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喜冲 最近这一两年来呢 我相信呢 马来西亚很多人呢 对这个马币的表现呢 都非常的不满意啦 都是在那边骂这个马币啦 为什么呢 节节败对 不管是对美金也好 对新币也好 就是一直跌跌跌跌跌跌 跌个不停啊 但是呢 在这一个月内了 马币不知道吃了什么药 突然间非常神勇的回弹 无论是对美金还是对新币呢 都回弹到很够力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个就是美金对马币 你看啊 在这一个月内呢 美金对马币跌很多 相对来说就是马币起很多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多一个新币的 这是新币对马币 你看新币对马币 这个月跌很多 相对来说就是马币起很多 啊 ok so 这个马币为什么最近会起很多呢 啊 可能跟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复苏 有一点关系 啊 但是我相信跟另外一件事情更加有关系的 就是今天有这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 啊 就是这个美国的联储局呢 啊 已经放话说了 可能下个月9月份 啊 会开始降息25个基点 但是现在还是为之利率了 啊 啊 ok 其实这个联储局呢 说要降息已经听了很多次了啦 啊 但是其实啦 哈 你纵观所有的因素了 联储局也应该是时候要降息了 为什么我告诉你 ok 之前啊 这个美国为什么一直升息呢 升个不停了 啊 就是因为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消费人物价指数呢 一直居高不下嘛 哈 所以呢 这个美国的联储局呢 他为了要让这个物价指数呢 跌下来呢 他就必须要升息嘛 啊 而 这个升息了过后呢 有很多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是带给全世界的 就是当你美国升息了过后呢 全世界的投资者啊 包括在马来西亚的投资者 他们就会认为 哎 美国那边呢 哈 啊 把钱放过去美国那边 会比较划算的 那边利息高了 啊 所以呢全世界的资金呢 就会抽离 他原来的那个国家 然后全部都走向美国那边 啊 所以 美国升息呢 就会有这一个副作用 然后马币 还有其他国家的货币也是啊 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呢 跌到很够力 就是因为美国升息 然后把钱全部吸过去了 啊 然后现在呢 美国突然间讲 他要降息了 啊 就可能呢 这些美国的资金呢 又会再重新的 回到这些原来的国家啊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啊 啊 所以呢 马币呢开始会起回来 其实不奇怪 可能有一些资金 已经嗅到了这个味道 啊 然后呢就早一点 啊 回来马来西亚了 啊再加上马来西亚自己的经济表现啊 复苏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了 ok so 呃总的来说了哈 这 一个月内了 我看到这个 马币的表现了哈 我有几个想法了哈 首先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呢 呃我看到很多人开始在那边讨论一个问题了 就是啊 如果这个新币对马币再这样继续跌下去的话 可能啊 呃很多人啊 本来是在新加坡做马劳的 可能啊 啊 以动了一些念头了 要不要回来马来西亚 我还听到有人说 如果啊这个 新币对马币呢 是跌破3块2的话 就很多人要回来马来西亚做了 啊 ok哇3块2哦 其实 也不是很远吧 我现在3块4嘛 如果跌到3块2的话 啊 蛮多人都要回来马来西亚做空 啊 所以这可能对我们楼南这边会有一个很大安心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讲罢了啦 其实 我算来算去 啊 就算是跌到3.0也是有划算嘛 是不是在新加坡 啊 做工可以赚3倍 啊 但是但是啊 啊 这些很多在新加坡做工人也告诉我 新加坡虽然是 啊 可以赚3倍 但是呢 在那边的消费呢 啊也是划3倍的哦 啊 而且呢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 如果他们是在那边是租房间的话呢 他们的房主就要了他们三分之一的薪水了 当然不是讲很高薪的那种啊 绝大部分啊 啊 他们单单他们的房主可能要了他们三分之一的薪水 所以其实他们所算到来 除非新币可以换马币很高很高 如果真的是跌下来的话没有什么low啊 啊 倒不如可以回来马来西亚 还可以跟自己的家人一家团圆更好 啊 ok啦 这个是我听到的话了啊 ok 所以你可想而知 如果啦 马币就这样升回来的话 真的是对这个新币啊 回来 啊 3块2 或者是3块真的是会很多新加坡的马拉 回来马来西亚的啊 ok 然后我再讲其他的东西了 就是呢 如果这个 呃 美国呢它真的是降息了 然后呢 这个钱回来马来西亚 然后马来西亚 这个马币呢 又再升值回来的话了 啊 对我们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因为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呢 这个马币贬值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啊 最明显的就是 如果我们进口所有的东西 哇 全部东西都变贵了咯 是不是 啊 ok 然后 呃 这些东西呢 变贵了过后呢 啊 我们呢 就觉得我们的收入都没有增加嘛 但是呢 呃 我们的消费更贵了咯 尤其是进口的东西啦 啊 如果你说呢 整个马来西亚呢 所有东西都是 呃 自给自主的 不需要进口的话 这样其实 呃 如果是美金起马币跌 都无所谓啦 没有什么影响啦 但是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封闭的嘛 马来西亚呢 一直都有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嘛 我买你的东西 啊 所以呢 如果是 马币跌 有好也有坏 坏处就是 如果我们这些消费者 我们要用这些进口货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用更高的代价来买咯 啊 但是如果我们是出口商的话 我们的东西是卖去外国的话 这样我们就 赚到笑了咯 因为呢 我们的马币跌了嘛 然后呢 这些外国人呢 要买我们的东西呢 就会有更大的意愿要买我们的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很便宜嘛 这样我们的生意就会提升到 所以 这个进口出口的生意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啊 OK 所以我刚才漏了一个我再讲回来 就是呢 我刚才前面有说呢 其实这个美联储呢 也是时候啊 啊 要降息了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前面都说了嘛 这个美联储之间生息 纯粹是为了要把这个物价指数给打下来嘛 但是其实美国的这个物价指数已经跌了很久了 啊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啊 这美国物价指数呢 是自从疫情爆发了过后是起到很够力 啊 那时候呢 美国派钱给每个人嘛 啊 所以那时候物价指数起到很够力 然后后来又加上这个 啊 乌克兰战争 啊 所以物价指数起到很够力 然后其实呢 在很多个月前已经开始下来的了 啊 然后下到现在呢 其实已经在半闪了 不过还没有到疫情前的程度了 已经到半闪了啦 啊 ok 所以 呃现在美国的物价指数还是高过疫情前的时候了 但是真的是已经从高峰掉下来了 但是美国的这个利率呢 还没有从高峰掉下来 所以 它有很大的降息空间 而且它也应该是时候要降息的了 啊 ok 所以呢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摩前擦桩 都在等着这个美国降息 美国一降息全部资金 回去原本的国家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 啊 到时候 呃我们的这个马币就会起来来 马币起回来有好处坏处我刚才已经说了 啊 马币起回来 对于我们这些 呃要买进口货的消费者 我们就高兴咯 但是 对于那些 呃要做出口生意的人就伤心了咯 因为他们的生意肯定会跌的嘛 因为 马币起来外国人就没有这么大的意愿 要来买马来西亚东西了嘛 啊 ok 所以我今天我就是跟大家 呃非常简单的谈一下这个 呃最近 马币 美金还有新加坡 这三个国家的货币的关系啦 啊 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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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